哈嘍大家好,欢迎来到SharkT Channel,我是SharkT,夏提 又来到我们战垂二属意的黑白书攻略影片了 今天攻略的是最后一关,史凯特大门 难度四颗星 第一本是我们的黑书 它就在起点正前方的建筑物那 绕着建筑物后方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黑书了 第二本是我们的白书 坐电梯下来后,往右边看会看见一个破损的房子 进入房子,右前方会有一个通道可以走 顺着通道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白书了 第三本是我们的白书 当你走到史凯特大门前 你会发现有一个箱子在左上方被吊着 你想尽办法都打不下来 这时候你只需要瞄准它的绳子 再顺着它吊下来的方向找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白书了 第四本是我们的黑书 当你从充满光亮的山谷地图中出来后 你会发现左边是一片海洋 上面有许多冰块 照着冰块的路线去跑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黑书了 第五本是我们的黑书 第五本是我们的黑书 当你击杀了守门人后 依照主线的路线走到底 你就会发现四个箱子和一面破掉的墙 进去墙后马上右转 走到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黑书了 以上就是史凯特大门的五本黑白书攻略影片了 如果你喜欢这系列的影片 欢迎订阅分享按赞 我会持续新增这游戏其他系列的相关影片 那今天史凯特大门黑白书攻略影片到这边结束了 假如你有想看的小品游戏或独立制作 欢迎留在下方给我喔 想要看到更多影片的话呢 欢迎订阅与分享 这里是Shokin Channel 每天不停止发片喔 感谢你的观看 拜拜